蔡英文現在展開前審的卸票之禮 但是到底民進黨有沒有反省呢 我覺得李秀蓮前副總統有些話講得蠻透徹的 他說蔡英文主政之下的民進黨黨員竟然投票權都沒有 全部用民調嘛 黨內民主受到相當程度的傷害 蔡在選舉時提出協商是民主 何不把選舉肉圓現在在黨主席任內 就在黨內先實踐一下 讓民進黨徹底恢復民主進步的基本精神 民進黨已經很久會進行前面性檢討 不要再用團結作為藉口 這一部分就是黨內的不分期啦 或者有些選舉 黨員不能參與投票全部用民調 第二個他說台灣共識太抽象 論述很悉尼且很多人以為 他推翻了台灣前途決文反而更不利 他如果李秀蓮如果選前獎 蔡英文漏選就是他愛的 還好他前後才講 但是講了有一些有道理 有一些好像沒有很大道理 他講的大部分是有道理的 可是我真的是要正宗的勸告民進黨 民進黨在這次的總統大選是可以說是團結的綠軍 對抗分裂的藍軍 然後我們再來看 五都選舉的時候 蔡英文在新北市才輸10萬票 這次新北市不是沒有宋楚瑜的票 可是他倒輸了23.6萬票 代表說才經過一年 他不但沒有往前 而且他的競選總部就設在新北市 想要在這邊主攻 結果不但沒有往前逼近還倒退 而且新北市也有不少宋楚瑜的票 民進黨再不去反省 馬英九執政 雖然董哥說不錯 我認為不是很好 馬英九執政不佳 藍軍又分裂 你還選成這個樣子 民主進黨你再不去檢討嗎 你再不去檢討 真正問題出在哪裡 就好像馬英九不去檢討 他思過過在哪裡 將來這兩個政黨 得到人民的支持一定是往下降 對啊 但是最大的檢討應該說 當初如果出來選的是蘇貞昌 搞不好馬英九就打不贏 不知道 但是恐怕 就我知道當然蘇貞昌在選前 就跟他朋友說他不接受那個 蔡蘇的搭檔 就是因為他判斷 蔡英文不能當選 那事實上其實蘇貞昌講 這個蔡英文沒有那個大的領導的能力 那現在證明是對的 其實蔡英文表現出來的 剛才講什麼柏銳光 或是他選前不參加美國這個 國際記者會等等 我覺得他滿小家子氣的 或者他是大小姐 但是他的身邊的這些幕僚 現在其實都是他賞飯吃的 他的話語權 現在的民進黨的話語權 掌握在被他賞飯吃的人 跟媒體上 所以這幾天過年 其他的人都快開心心放假去了 只有這幾個媒體 在那邊每天造神你知道嗎 就在過年年加就是神話蔡英文的時候 下午節目也call in 晚上也call in 不現場 對 都不過年 那這個是為什麼呢 那就是要鞏固蘇貞昌的 可能選主席的某些派系的人的這種力量 你看得出來嗎 就是他三立這個台 所以我這樣 因為我反正沒事 我每天這樣看了 我想說 有這國民黨真在謝謝這個台 這個台繼續存在 這國民黨就可以老執政下去 你剛剛講的40萬票是很多的 我們將來投票率會越來越低 因為我們太成熟了 這個國家民主成熟 那越來越低之後呢 差距就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怎麼40萬票 發10萬票 怎麼40萬票 對 發他講說來鬼罵他的 沒有一來一位 還有人不投票的 還有人投票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蔡英文他連選後都顯示出 他實在連那個什麼 還講說他那個敗選敢言寫得好 又如何如何 我也不知道那也是個大神話 在場你們寫不出那種文章嗎 我不相信 再講那個呂秀蓮 呂秀蓮開票那天我跟他同台 他講的事情 一個就是他黨內部民主 第二他講他這次選舉就是個人秀 然後他還說他那個廣告都是寫真集 第三沒有一個地方在掛民進黨的黨旗 確實如此 連一個綠色都沒有 第四自以為自己的造勢場合多好 我呂秀蓮姐姐的造勢經過那麼多次了 看了都好笑 對他認為在這個台灣這個共識這件事情上面沒有說清楚 那是因為蔡英文沒有論述跟基本中心信仰 其實呂秀蓮講這些是對的 但是沒有用啦 蔡英文已經被神話了啦 蔡英文繼續被神話 我們怕國民黨到時候又自甘墮落 然後又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這個國家需要好的反對黨 這是我最憂心的 對啊 其實我們在座其實大家都蠻希望說民進黨 能夠好好的做他的反對黨 而且是一個非常忠誠的反對黨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其實有人在造神 那有人覺得說我必然失夠 我可以想一些問題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在選舉以後 很多事情我們應該是沈澱下來 讓當選的人你好好去做事 你也不要想太多 沒有做好不要講四年 明年就開始找你算賬 那用這種角度來講 馬英九是不是應該給他20秒 我們要給馬英九一些鼓勵啦 因為馬英九經過了 經過了一場劇烈的選戰之後 他其實應該心中應該也知道 為什麼選票會流失 我相信馬英九應該有所體悟 對啊 其實真的是 人民勾氣無感 未來世界能不能有感 其實看 這是馬英九人生最後的一次機會了 可以怎樣講 嚇我妹 我一定要嚇他 好 接下來我們看新聞會總會 謝謝你收看 當然 還有什麼 我